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脂肪不容易囤积 体态也会看起来更为年轻 正常体质率 男性 14%到23之间 女性 17%到27之间 郭千华指出 如果是透过节食方式减重 减少的仅是水分和肌肉而非脂肪 反而造成皮肤浅别 身体代谢率降低 还可能减到胸部 脸颊等地方 以及暴富性饮食导致腹胖所带来的健康风险 原则一 优质蛋白质助减脂 正确的饮食减重计划可改善健康及良好体态 更能减少后续溜溜球效应机会 台湾营养师黄威杰提到多吃低热量密度的食物 如糙米 地瓜 新鲜蔬菜 优质蛋白质等 台湾营养师吴映成说明 足够的优质蛋白质是增肌关键 除了常见的豆类制品 蛋 鲜奶 鸡胸肉 猪里鸡和鱼肉等 都是能提供肌肉生长所需的营养 对于牙扣不好的长者 可透过切成小块状或长时间炖煮来软化食材 更容易摄取 减肥是个长期的计划 黄威杰表示饮食控制并不简单 每次的体重增加或减少都会影响人的心情 导致压力荷尔蒙皮质醇上升 而过高的压力荷尔蒙 也会导致减肥之路更加艰辛 更增添糖尿病 心脏病等发生机会 原则二 规律运动锻炼肌力 体态管理绝非容易达成之势 除了饮食计划 同时也需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 运动习惯 它提醒定期进行运动训练 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 适度地增加肌肉量 也有助于减少体内脂肪 不想上健身房 台湾健身教练Eric分享 在家中就能轻松完成的臀腿训练方法 包括深蹲 分腿蹲 侧蹲与侧抬腿 每个动作进行12次 总共3组 这些动作即使在家中 没有太大的活动空间或专业器材 也可以轻松完成 原则三 医美减脂精准管理体态 此外 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 懒人享受足也可选择精准锻炼方式管理体型 让体态更紧实 郭千华表示 少吃多动 有时仍达不到心目中的理想身材曲线 身体的某些局部区域 就是很难达到理想曲线 可以透过非侵入式的医美减脂疗程 利用冷热原理消除深层与浅层脂肪 最后再加强代谢排出 进而雕塑身体线条 对于浅层脂肪 可以高频电场方式加热 减少脂肪活性 及后续诱发脂肪代谢的反应作用 深层脂肪透过低温冷明系统 针对容易囤积又难以消除的顽固脂肪 如腰 腹 背 腿等局部做治疗 使脂肪厚度减少 打造微肌肉的健康美 郭千华提到 为让身体曲线更加匀称 也可用智慧驱雕的动力轮轴科技 与负压吸引在肌肤组织上 深度刺激按摩 加强深浅层的脂肪代谢 改善身体线条的紧实度 达到体态雕塑的良好效果 他呼吁医美疗程效果因人而异 并非保证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效果 若有肥胖问题还是建议先减重 而后请专业医师评估规划 经双向沟通后再选择适合自己的疗程 健康生活编辑部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点赞及转传